两全其美 1977年冬天 我在西屋公司工作了一年多 一天下午 我收到公司人事部经理 给我的一封临时的解雇通知 理由是公司需要精简认识 开源节流 提高市场的竞争能力 他日如有需要 而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 公司会让我回来工作 按照公司的政策 年资低的被裁剪 年资较高的被留下 在我工作的部门内 需要裁剪四名职员 我是其中之一 十天后便要离开公司了 在美国很多大公司裁员 是家常便饭 我有些朋友 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 他们做的是在生产线上 装签汽车配件 每年都有两至三个月的时间 生产线需要维修 更新 而被临时解雇 没有工作 因此 富闲在家 领取失业金 有人趁着这个机会 做些收取现金的工作 为餐馆送外卖 餐厅适应 华人超市售货员等临时工作 有些则趁此机会 到各地旅游 寻亲访友 享受人生 彼时 我从越南逃难 来到美国一年多 一家十口 我和母亲 两个孩子 弟弟和五个妹妹 租住在一个小房子 母亲不懂英语 没有工作经验 我的两个孩子 七岁和八岁 弟弟和妹妹 都在上学的年龄 只有一个未婚的妹妹 和我懂英语 有工作经验 和工作能力 我们都在西屋公司上班 职位低 薪酬薄 每个月 我们兄妹俩的收入 支付家中各项消费外 能够有超过十美元的盈余 便很高兴了 西屋公司 有一项员工福利 是大学奖学金 凡是有志向学的员工 都可以申请 条件是 所读的必须是公司批准 和公司业务有关的课程 每一个学期的学费 由职员先交 学期结束 考试及格 公司 公司才把学费偿还 当时 我在 批兹堡大学 修读电脑课程 向银行贷款 交学费 毕业后 或停学后 六个月 便要开始还贷款 当时 正值其中考 倘若 我被临时解雇 超过两周 我可以申请失业金 但失业金 只有薪资的 百分之六十 我没有在公司上班 公司 当然不会为我付学费 入不止 入不敷出 我是家庭的支柱 感到莫大的压力 彷徨不知所措 下班回到家 已经是黄昏日暮 万家灯火 是吃晚饭的时候 我却是食欲全无 独自在我的房间 没有开灯 房中漆黑一片 我跪在床檐 向主祷告 把日间在公司发生的事 和我的忧虑 并家中的经济情况 都一股一时地 向主倾诉 我祈祷了一段时间 心中没有平安的感觉 我很是难过 不知道怎样地 继续祈祷 心中只默默地呼唤 主啊 主啊 良久 我突然地想起 不久前 一位在难民营 认识的越南朋友 他和他的太太 和两个孩子 来探望我们时的一幕 我们的越南朋友 当时在底特律定居 他在一家汽车工厂工作 他是汽车配件装嵌技术员 工厂停工两个月 维修和工新设备 因此生产线的员工 都没有工作 临时解聘 两个月后 公司会联络他们 请他们回工厂复职 因此他们有机会来探望我们 在他们来探望我们的前几个礼拜 我收到福利部 给我的一份报告表 记载我过去的年薪 纳税 设安金的累计 和预计到我65岁退休时 可以享受每个月若干的 社会安全福利金 再加上在公司的退休金 35年的累计 将会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我可以安枕无忧地 安详晚年 我感到能够在这么一家 颇具规模的公司上班 员工福利好 机会多 生活有保障 感到很是称心如意 沾沾自喜 我计划 好好地在西屋公司 努力工作到退休 不做其他打算了 因此 我把那份福利部的报告单 给我的越南朋友看 他们很羡慕我有这份工作 当这一幕 洋洋得意的场景 在我的脑海中涌现的时候 我感觉到 主在责备我 我实在是太健忘了 曾几何时 我曾向主说 我一生的事都在主手中 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 言由在耳 现在 我一厢情愿地 把我的一生 卖个公司 公司还不要呢 况且 我又怎能确定 能活到六十五岁退休 即使我能活到六十五岁 难道我的一生 便只为地上的事违念 对主的红恩大爱 却没有丝毫的回应吗 我真是太愚昧了 我惶恐不安 我向主认罪 求主赦免 向主认罪后 直到主以赦免 心里感觉到好得多了 我又把日间 在公司发生的事 向主重提 求主怜悯 行其事 使我可以不必被临时解雇 但主让我知道 这事必要发生 无可避免 我求主带领我 给我另外一份工作 主又告诉我 没可能找到另外一家公司 一开始便给我 现在西屋公司 给我的待遇 还有奖学金 那么我怎么办 我心里还是没有平安 就在这时候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两节经文 很清楚地 在我心中 想起 我知道 主必会成就 关乎我的事 我感到 如释重负 同时感到兴奋 我期待 又一次经历 主奇妙的带领 收到通知书后的第四天 中午 我去公司餐厅 吃中饭的时候 在电梯 遇到公司一名经理 他问我是不是被临时解雇 我说 是啊 还有六天 我便要离开这里了 他助我好运 便向他的办公室走 我到餐厅吃午餐 下午两点钟 人事部经理 打电话给我的经理 要我到他的办公室 讨论一件事情 原来 我在电梯 遇到的经理 听说我被临时解雇 他便到人事部经理 了解我的工作能力 人事部经理 便把我的个人资料 拿出来 发现 我会打字 在我应征那天 便考过了打字 一分钟打54个字 符合专业打字员资格 当时我应征的工作 根本不用打字 但是因为我的履历表上 有说明我会打字 因此 负责考试的人事部职员 坚持我要考打字的一关 我就这样的考了打字 恰巧在电梯遇到的经理 他的打字员 要休产假两个月 他不愿请一个新人代替 从人事部经理 从人事部经理知道我在学校修读电脑课程 还有两个月便读完 可以申请到公司的电脑部门工作 正在他的打字员 正在他的打字员修完产假的时候 因此他要人事部经理 问我要不要到他的部门工作 本来这个工作不会轮到我 因为公司规定 凡是一个部门有空缺 要在公司内部公布 让公司内其他部门 有兴趣转换工作的职员申请 年资高的有优先权 如无人申请的才向外招聘 当时公司内 有些依靠过打字的职员 都在等这个工作 他们在公司工作的年资 都比我高 他们应该有优先权 得到这个工作 但是有一个例外 不是因为过失 而遭临时解雇的职员 只要有足够的条件 和相应的工作能力 可以由内部调派到 另一个部门 做他能力升任的工作 不受免资的限制 在我们这一批 被临时解雇的众多职员中 只有我在应征时 被要求考打字 因此这个空缺 便由我填上 在这一次的经历中 我看到神真的在我的人生旅程 有完美的计划 最令我赞叹的是 神不单看顾我 也看顾那位休产假的打字员 因为他也是主内的姐妹 他的先生是一位敬钱爱主的弟兄 他在西屋公司电脑部门工作 两个月后我完成学业 公司安排我在电脑部门工作 和他在同一组 我们有很好的配搭 在同事中有很多见证 彼此之间也有很多造就 分享 分享